这个是妹妹 妹妹在睡搞搞 因为吃饱了对不对 妹妹 半个月前 明京城在粉丝团贴出一对龙凤胎的影片 两个宝宝睡得香甜 声音不难听出 初为人妇的喜悦 1月20号老婆才刚生宝宝 不过当爸没几天 8号晚间就传出明京城住室消息 明京城陪太太住月子中心 8号晚间10点35分 太太休息起来 发现明京城倒在地上 紧急打电话叫救护车 送医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晚间11点44分宣告不至 初步死因疑似是心肌梗塞 享年52岁 今天是我5点多起来 看到这个消息 心里很难过 因为他几年前来给我看是感冒 我就胖胖的 我就说你要注意体重啊 因为我们大部分将这样子心肌梗塞就走了 所以上帝连其他机会都没给他呢 一次就走了 曾帮明京城看过病的嘉义科医师林清谷也在脸书po文 说大年初九醒来听到二号 刚当上奶爸的明导心肌梗塞就这样离开了 明京城先前就被叮咛 要注意体重 再加上工作忙碌 可能是促试原因 过世消息传出 演艺圈朋友也不舍 包括贺君祥说一早醒来听到二号 po上一起骑重机的照片 说一路好走 还有六月也说禁我们28年的友谊 目前明京城的太太还在坐月子 消息传出第一时间 好友妥宗康 屈宗恒也赶往医院协助处理后事 而明京城的遗体已经送往第二殡仪馆 消息来得太突然 也让所有人错愕不已 TVBS新闻庄权 神奖乐斗